哈囉 主持人你好 掌員 哈囉 莊老師 你好 生日快樂 謝謝 談一下啦 今天生日 剛好有打了一個三分號 那你談一下那個時候兩出局了 那你面對無私憂又已經兩好球了 那那個情況是如何 你一棒揮出去 令人嚇到耶 我自己也笑一跳 那是什麼球 你有抓他什麼球嗎 還是你覺得好像打高爾夫球 這樣撈出去的 沒有 我只是想說 只想要把球往前打這樣而已 那那顆是他的滑球嗎 還是什麼 沒有 那顆是直球 直球喔 這麼低角度還是撈出去 談一下感想啦 今天又生日 然後又幫球隊建大功 談一下感想 沒有 因為很久沒有在一軍比賽 最近雖然上場機會也不多 所以盡量能夠把握機會 然後因為剛好也是一千勝 能夠贏球 我覺得非常明信 那特別是在這個獅隊那麼重要的 有意義的日子當中 而且還蠻踩的啦 尼熊隊上去了 對不對 有拉開了一場的勝場差距 那也談談王子松自己囉 因為你在統一獅隊七年了嘛 那也一視一點點浮浮沉沉 那今天能夠在這麼重要有意義的日子 有那麼一個好的表現 你可不可以談一下這一路的心路歷程 怎麼樣一個動力讓你沒有放棄 繼續打棒球 動力喔 沒有啊 還是總教練都會鼓勵我們啊 不要放棄啊 每個人都是有每個人的那個工作的那個需求 就是每個人的角色扮演好 我自己的角色就是把它好好扮演好就好了 對 那今天你還有一個球真的除了拳來打之外 你攔截下來陳金鋒的那個球 對啊 那個時候如果被得這個幾分 其實局面可能不一樣了 手臂方面呢 王子松是不是也可以談一下 自己在手臂方面做的努力也很有自信 揚身不在了 一樣把這個二壘守好 對啊 我的工作打可能就是比較偏向 不偏向打可能就是手臂守好 可是我還是會繼續努力把打擊這方面 努力打好這樣 是… 今天在打擊方面也有貢獻 手臂方面也有貢獻 那我們謝謝王子松今天我們採訪喔 希望你生日快樂囉 謝謝 今天晚上有沒有去哪裡慶祝啊 沒有沒有 明天還要比賽 明天還要比賽 好 生日快樂 好 謝謝 加油… 謝謝長言 謝謝鍾教練 好 那我們這邊要請觀眾 再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就要採訪的是 呂文森總教練了